台湾确定又进账一面奖牌 与球男双王麒麟 李洋 2号击败丹麦 闯进本届巴黎奥运金牌战 8号 4号将寻求未免金牌 赛后两人走出场外 不少台湾球迷拿着旗帜 海报 高声欢呼 为两人呐喊加油 李洋金牌 台湾No.1 看到这场比赛 王麒麟表示 因为真的很想赢 第一局有点紧张 导致自己发挥的不太好 第二局后的李洋和教练给他信心 让他打得更强势 李洋则认为王麒麟其实打得蛮好的 守局失误后 第二局立刻稳住心态 打出自己的强势 也开始展现两人搭档的打法特色 李洋配也特别感谢球迷支持 笑说现场听到的加油声真的很大 王麒麟说 这场攸关金牌门票的比赛 李洋的爸爸也特地买票进场观看 还笑说希望在金牌站能拼到台湾的会期格响起 李洋说 他是赛后才知道爸爸原来有买到票 很开心现场有家人支持的力量 面对金牌站将遭遇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 两尾坑 王场 王麒麟说 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状况准备好 毕竟自己要能正常发挥 才有机会和对手对抗 因为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他希望带着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强壮的身体状态营占 李洋则说 一定会拿出台湾的精神笨战 当然就希望说把每一刻都打好吧 因为毕竟已经进了决赛 那希望说把我们台湾的精神展现出来 让大家约有容颜 李洋佩强调 他们在金牌站一定会拿出最好表现 也希望球迷继续为他们加油 让网织也将交轮 巴黎奥运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